我可能會被很多人拋 可是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住宿真的是貴到 難以嚇死 比如說上次有那個 有人去那個 阿里山那邊住的那個什麼 印刷格的酒店 不要害我被告 大家好歡迎來到不前逸的頻道 我是Steven他是夏 今天這影片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一個人只要300塊的 守我超高CPC住宿 因為就是台灣現在好像有一句話 窮人才出國 就是好像現在廉價 你不管去到哪邊 台灣住宿比較貴 對我自己也深有體溫 因為大概4月底要去台南接一個工作 結果我那時候在查價格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好像以前一個住宿好像應該1000多塊 頂多好一點2000多塊應該都有 可是很奇怪 我那時候查的時候 都要3000多塊 甚至接近4000多塊 所以就大家可以相安深有感覺 就是現在在台灣 住宿來講 真的是價錢非常非常的貴 那我跟夏呢 這次來韓國啦 我只能說剛好是誤打誤撞 沒錯 因為 阿哥打就在前一天取消我們的住宿 所以後來我們就馬上緊急 就是在各個平台上面找 後來結果在AMB上面 找到現在我們住的這個 首爾的 它應該算是one room 那它的價格呢 非常的便宜 一個晚上差不多是630元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看 在首爾市裡面 一個人只要300塊錢的超高CPC住宿 到底長什麼樣子哦 那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出來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們住的one room呢 就在這個建築物裡面哦 但是呢 它第一個小缺點呢 就是它不是在上面 而是在下面 對 這間房間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那個寄生上流 它是裡面的主人公住的半地下 就是這一間 來 讓謝亞帶我們進去看一下哦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門呢 就是使用韓國最常見的那種密碼鎖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你看哦 它是半地下 所以你竟然呢 是需要走樓梯下來的 那 我現在必須要講啦 門口的這台機器呢 是空進新禁忌 空進新禁忌 空進新禁忌 是那個 屋主有給 可是因為 大家看裡面就知道為什麼 它會放在這邊哦 你看 其實它空間還不算太大 其實兩個人住還蠻勉強的 可是一個人住我覺得蠻剛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一進來就是你把房間全部看完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撞到了 你要小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進來啊 你這樣子一掃 整個房間 這就是整個房間的大小 它這個房間 我是覺得差不多 大概兩瓶 其實就是韓國人最常說的 它這個房間雖然小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裝潢 它是整個重新弄過 對 而且它的設備都蠻齊全 你看它有洗衣機 對 大家看哦 那通常韓國他們講 彎路就是指說 房間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就你大家可以看到 有電磁爐啊 微服爐 洗衣機 對 然後這邊還有 洗手台 然後上面呢有冷氣 它連Wi-Fi也有 旁邊呢有這個小廚房 它事實上裡面的東西 也非常的齊全哦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鍋子啊 然後熱水壺啊 然後平底鍋 鍋碗 調盆都有 然後旁邊抽屜裡面呢 你看它有湯匙筷子 還有開瓶機 甚至它這個放筷子的器具 都幫你準備好 就它的東西真的是準備非常齊全 然後它旁邊就還有一個小櫃子 小衣櫥 對 你看到裡面可以掛外套 它衣架有給你 不過好像 一個被用斷掉 有一個 我們的外套不知道是太重還是什麼 可能就斷掉 它有點脆弱 到時候我們可能會去 待的時候再買一個 不用啊 我的給它去好了 喔 謝啊 這邊自己有帶 欸 對對對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巧思 就是這個是浴室 那因為它 他們通常韓國人曬衣服 會用那個 塞衣架 就這樣很方便 因為這邊空間很小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 就是靠在浴室的門上 你看它是靠在門上 這是浴室的門喔 你看 它是靠在浴室門上 然後這樣可以亮 它幾乎把整個空間都運用到極致 我有點嚇到 然後它這個衣櫃下面 你看它準備很多東西 它還有給我們 充電線 然後跟轉接頭 這個是我們自己買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是那個 就是除毛的 不是玩牌的嗎 它連花牌跟庫克牌都給你了 我兩個沒注意到 我們兩個沒有注意到 就它這邊 你看它那個花牌跟庫克牌啊 然後旁邊它這邊有給你很多捲衛生紙 它有給好幾捲衛生紙 然後這邊是轉接頭 而且它轉接的正好就是 韓國轉從台灣可以用的這種 對對對 然後它還有專門充手機的跟那個線 它這個是安卓的線也都給你 跟iPhone的都有 對 然後還有吹風機 然後最下面還有那個毛巾 就它這邊的房間雖小 可是基本上來講我覺得它東西 麻醉雖小五臟俱全 對它準備的非常的齊全 而且 沒錯 旁邊的這邊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一會想 欸 它這邊 還有小冰箱 對 它連冰箱都有 只是被我拿來當化妝台 因為這邊空間真的太小 所以西亞呢 就會把它的化妝台啊什麼 放在冰箱上面 然後裡面給大家看一下大小 裡面的是我們昨天沒有吃完的 BHC炸雞 還有可樂跟汽水 就是兩個人如果短暫冰箱東西的話 這個冰箱的空間還夠 然後還有吸塵器 還有這個除濕機 他們這邊除濕機非常的重要 我跟你講 我們幾乎一天 要到一次水 欸這個原因等一下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 然後它還有給 這個桌子其實是它給我們的 它放在這裡的 然後我們拿來用 就我可以剛好拿 把電腦放在上面 對 還蠻剛好蠻適合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台燈這樣 然後外面還有那個空鏡清淨機 不過因為那空鏡清淨機真的放不下 所以就被我們搬到外面去 它這個房間啊 還有韓國人冬天最需要的 你看喔 這個是地板 然後你要洗澡的時候 這是電熱水 它基本上來講 這是淋內新 就是算是蠻新的新的 它這個房子是應該有重新有整修過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讓希爾帶大家來看看浴室 大家看喔 大家看喔 嗨 大家好 你看浴室呢 就是這個樣子 它事實上浴室是呈現一個霞場形 就是兩個人站進來可以 可是你沒有辦法 也立刻 沒有辦法兩個人交錯 應該一起會比較剛好 對 然後它的浴室其實我覺得 弄得算是乾淨啦 基本上因為它都是裝修過的 所以如果是不怕那種 房子舊舊的那種人的話 基本上來講 也蠻可以接受這樣的浴室 對 而且它連莫威如啊 洗髮精連潤髮乳都有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它外面 要放廚師機嗎 啊 它為什麼有這個嗎 是因為啊 它這個洗澡的時候啊 它好像如果你比較衝門洗的話 它水會漏出去 像西亞前幾天 它一在洗的時候 它一出來外面整個大淹水 我後來才注意到 只要這個東西沒有拉 或者是你 太貼門 把整個屁股都把它貼到門那邊 就讓水整個跑到門縫那邊的話 基本上來講 它水會直接跑出去 對 房東有說這個一定要拉起來 那我必須講 它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但是因為它這邊有 所以基本上來講這個問題 它這房間除了就是有這個問題之外 我覺得其他來講 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一間 大家俗稱的one room 價錢呢 居然只要 就是八戒總共五千一 所以一個晚上是將近 不到六百五喔 一個人是只要三百塊 就可以住到這樣的房間 沒錯 那這個房間也不是沒有缺點 我必須要講它位置超遠 它在九一站 就是我們是搭大家 來韓國最喜歡搭那一班護航 晚上九點到仁川的 就是TR869 9點半到仁川機場 那一天我跟大家講 我們是真的 真的非常趕 剛剛好又很順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機場教學那一支影片 為什麼我們後來沒有直接搭到首爾站 就是因為 我們要趕來九一 九一站 那它推薦我們的路線是到 貴陽那邊去換仁川一號線之後 到富平再轉一號線 它預計我們會剛剛好到達 結果也真的如它所講 因為我們如果再晚一點的話 就沒有地鐵可以搭了 對我們只要在各個環節 只要錯過一班 只要慢個三到五分鐘 我們就完全沒有辦法抵達到 九一這邊 沒錯 因為我們後來查內部地圖 我們本來是想說拍機場教學 是拍完整的到首爾站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到首爾站 他跟我們講說到首爾站 再接一號線 你要來到九一 對不起 我們只能 最遠只能搭到新道林 它這個房間其實可以說是 沒什麼缺點 就唯一的缺點就是 離一點比較遠 每次我在走的時候就會一直抱怨 噢幹好遠啊 可是後來想想 他只有六百塊一個晚上 你會覺得好像 這個缺點又可以忍受 就 對吧 就這集影片真的是誤打誤撞 帶大家來簡單看一下 六百塊 在首爾比較外面的地方 能住到怎麼樣的房間 那我必須講啦 台灣真的住宿太貴 真的喔 就是你在回台灣 要去訂房的時候 那個價錢我訂不下去 可能在台灣這樣一個房間 如果是延價可能一個晚上要四五千台幣 可是我們來這邊只要 八個晚上只要五千塊 的一個房間 我可能會被很多人拋 可是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住宿 真的是貴到 哪以下死 比如說上次有那個 有人 去那個 阿里山那邊住的那個什麼 印刷格的酒店 不要害我被告 好啦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非常快速的帶大家來看看 首爾六百塊錢 兩個人能住到怎麼樣的房間 那我必須要講 我們兩個真的是住宿太陽還蠻滿意的 除了西亞的腳有點抗一抓 因為它真的離地點站有點距離 但是 除了這點之外呢 說實話它實在是沒有什麼好挑的 沒錯 好啦那今天這集影片呢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你的任何訂閱、按讚、留言 對我們講都是莫大支持跟動力唷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喔 我們下集再見囉 那今天這集影片去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605 D 我們下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